經濟部我們先報告一下百貨賣場的防疫管理措施 百貨賣場在三級警戒之下 我們是希望人員在健康管理部分要有造冊分流上班 而且每天要有健康的監測計畫 在人流的管制方面希望一個人至少有一坪左右的空間 在服務人員方面必須要了解防疫的教育訓練 以及要隨時戴上口罩 在環境的清潔消毒方面要定時的清消 尤其增加公共廁所和公共設施的清消頻率 並且要暫停提供試吃和適用的服務 在顧客的進場管理裡面 裡面美食街是一個重點 等一下我再特別報告一下 在應變措施方面 如果有確診的事情的話 在專櫃的酒工閣內都要停止營業 並且進行消毒 而且這個賣場必須要暫停營業 美食街案餐廳的內用服務 並且加強健康的監測 這個賣場的美食街管理 必須要採用梅花座 並且要用間隔隔板 確保1.5公尺的防疫距離 而且點餐必須個人套餐的方式或合餐 不共食也不提供酒精飲料 那這個整個餐飲的管理必須配合指揮中心關於 餐廳餐飲管理 百貨公司的美食區因為它的情況稍微特殊 我們特別要求這個熔流人數必須只能達到二分之一 下面是有關傳統市場和夜市的防疫管理措施 在傳統市場和夜市 目前在三級警戒是由地方政府來因地質疑 並沒有關閉 但是人員的進出 我們強調要加強人員的健康管理 並且固定攤位的從業人員要照冊管理 那請這個自治會或管理員要自備QR Code的巡檢 讓流動攤販可以掃描上傳簡訊 那也建議工作人員要穿戴可以識別的服飾掛牌 來區別攤商跟消費者 那麼要鼓勵進入夜市或傳統市場的人員 能夠下載這個台灣社交距離的APP 並且我們也鼓勵夜市或傳統市場的服務人員的定期篩檢 在人流管制措施部分 我們要我們建議要設立出入口的管制 落實顧客實聯制 那麼如果超過這個容流人數的話 就要暫時管制人員入內 那麼在消費時間的部分 要限制消費時間最好是一個小時 請他趕快採買完畢就可以離開 那麼如果要排隊的地方呢 要用立排或貼膠條的方式 限制排隊人數和保持社交的距離 而且在傳統市場和夜市要人車分流 而且禁止在馬路中間擺攤或其他方式來降載 至於在夜市或傳統市場裡面也有飲食的攤位 那麼目前我們還是鼓勵盡量用外帶或外送的方式 但是如果要飲食的話呢 飲食熟食攤要加裝遮罩或者隔板 而且呢顧客不能夠自己去取餐 要由工作人員來服務 那麼在提供餐飲的地方呢 這個攤台區或者吧台區呢 禁止用餐 那外面要擺桌椅 桌椅呢要用隔板並且採用梅花座 那不同桌跟桌之間要有1.5公尺以上的距離 那麼點餐與個人式的這個套餐不共識 最重要是傳統市場和夜市的服務人員呢 要落實戴口罩和手部衛生 而且我們鼓勵這個夜市跟傳統市場 儘量多增加這個酒精或其他的洗手設備 那麼也鼓勵 儘量使用非直接接觸式的方式來付款 比方說電子支付等等方式 而且服務人員呢 外場的人員必須全程佩戴口罩 以及加戴面罩或者護目鏡 那麼必要的時候呢 還可以穿這個防水圍裙 或者佩戴手套 那拋棄式的口罩呢 不可以重複使用 那麼面罩要經常的清消 那環境消毒呢 定時清潔每天至少一次以上 而且要增加公共廁所的 衛生清潔和消毒的頻率 那如果有確診的病例足跡的時候 要立即進行全區的清潔消毒 那發生這種有確診的案例的話 在確診的攤商 九宮格內的攤商 要依照指示進行疫調停業 並且立即進行全區的清潔消毒 而且呢 要降載最大容流人數到70% 如果有群聚事件呢 這個市場要降載最大容流人數到50% 那麼攤商營業數也要降載 那請我們建議地方政府呢 對於這個傳統市場和夜市呢 應地置疑的自己去從嚴管理 那麼如果有發現有違規的話呢 應該可以裁定這個市場或者夜市呢 必須要關閉停止營業 以上報告